植物提取物必需兇土服用,保健食法每日2粒,進階食法每日8粒 我們肝補的主要功能是修復肝細胞,清肝排毒,保護肝臟健康,改善睡眠,強化肝膽和減淡食斑 產品查詢熱線55379521 好,回來第三節的有共情有共鳴,繼續有三位,剛剛講到我們的話題就是比較敏感 敏感的那些我們先 skip 了先,都是咚咚咚咚 講到一個老師都是很好的,對於我們來講,對於我來講,我深刻印象就是她 中學還是小學? 中學,這個老師,她有很多一個位置令到 老師還是老師? 老師來的,她好像叫媽媽,因為她的年紀跟我媽媽差不多 然後她教英文 很有經驗,如果是中學的時候,你媽媽差不多年紀 其實她應該很有教育經驗 是啊,然後她說話都很道理,我們一群都很服她 即是以理服人那些,不是勾鬧的 是的,她在很多事方面都會幫我們,幫我們出頭 她經常跟我們說,誰都可以看死你們,但你們自己不可以看死自己 是的,即是很激勵性 因為我們那一班是被人說是差班,廢班 這些人都不是讀書的了,一定有一些這樣的班 一整班就在旁邊 那總會有優秀一點的學生,或者是平庸一點的學生 一定有的 除非你是Bang1的名校,如果不是你普通的學校總會有幾個類別的學生 所以在一些比賽裏面,我們都是明真暗鬥,譬如那些迫步設計比賽 但是我經常都覺得,如果成績方面沒有那麼好的學生 可能她在其他方面都挺優秀的,要運動 可能 是的,或者是藝術方面都不錯 也有些很活該的,可能她讀書厲害,運動又厲害 那當然有啦,是否升高財新、學霸等等會有的 所以有些,譬如碧巴士的比賽,我們設定很漂亮 然後看別人來班房做些什麼 然後有些班制的運動會,爭奔頭,跑得拼命,死人了 餵班真過 是的,我不管贏不贏冠軍也好,我要贏旁邊那隊 我要名次比精英班好,我們不能被人看死 因為平時已經被人看死 因為曾經有個老師看死過我們,直接去看死我 她跟教育家獎日的時候跟我媽媽說 她說,喂,阿威仁的成績就是媽媽了 不如叫她不要讀,不要浪費了個位置 那不行啊,老實說 我媽媽很震驚,但她又不認識 因為老師永遠是對的,在家長那裡說 都是的 老師說什麼是什麼的,老師說你害吃屎的都相信 是真言來的,老師說的 對她說什麼都相信 對於她來說,她說是就是,那時候的打擊很大 那不要理她了,那個垃圾不上 然後這個老師,除了她用她自己的時間 幫我們補習,星期六也回來幫我們補 其實她有沒有說你什麼科差呢 還是所有科差呢 她教英文的,她主要都是幫我們做英文 另外她說,數學啊,其他的科 她都問老師或者問其他的朋友 譬如,不只是你搞中試 可能你也搞中試 問過她比較喜歡的中試 就給我們一些文書 給我們做的,給我們做的 這個老師 她會放學,你也留到很晚幫我們 我們可能收三點幾學 她都留在那裡,她準備到八點 她自己有頭加的 老師真的可能是八到八的 她可能回八點 是 因為她自己 十二馬 她住得遠的 還要回家十點 是啊,還要有家人 我們都覺得不好意思 但是那時候是一個叫做公開時期 她就將那些時間都扔下來 你是不是會考年代的人 是啊,會考,然後高考 如果她不在那裡 她都會安排一個人在那裡 可能一些舊身 她自己給錢的 等一下,為什麼自己給錢 安排一個舊身 就是請一個舊身回來 Stay在那裡 初初她是給錢的 然後她覺得這件事 就跟校長申請 你知道校長申請 生長十世都申請不到 還有你是要經過很多關的 為什麼要申請啊 你是for什麼 要很多approf 不用一個老師自己給錢的 那一個學校給錢的 就請一個舊身回來 她要看著我們 但是其實我們有什麼功課上 有什麼做到什麼 不懂的時候就可以問她 其實她能不能回答你 她大部分都能回答 那OK的 是啊,比如一個是理科的 有些理科問題想問她 有些文科的 有些文科問題想問她 也可以問她 其實這樣也不錯 可以給學生賺一下 賺一點點外販 也可以幫一些師弟妹 是啊,我那時候讀中學的時候 雖然現在街景都不是好 但是那時候是非常之差 對我來說 她也撿了很多衣服給我媽穿 給我穿 在經濟上也幫了我很多 那為什麼經濟上幫了我很多呢 她不是直接給我錢 那時候我記得是 你知道學校沒有什麼情況 都不會怎麼洗錢的 除了書保育 有些學校 如果真的窮的話政府會津貼 是啊,書保津貼 是啊 但是有些什麼是政府沒有津貼的呢 就是譬如一些 遊學 遊學團 那你盡量不會參加 我沒有遊學團過 我學校真的沒有搞這些 學校有搞但是不到我參加 我想要參加 買貴了 沒有搞這些事情 譬如聯福會那些錢 聯福會那些錢 我想都是八來二百元內 那些交給不到 聯福會要這麼貴 夾東西吃 夾東西吃不用八幾元吧 這個時候買了參與禮物 就是預算這個數字 這些它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但是它最大的幫到我就是 因為那時候對於我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但是我們很想參與 很想出席 這個就是 我覺得每個人心目中 都會有一個心目中的東西 但是不知道你去不去 那個叫謝思賢 是的 是的 我自己的心目來講 因為我謝思賢去了三次 我一次就 是的 我不是很搞笑去三次 但第一 為什麼呢 你是不是下班了 是的 中五去了一次 中五再重複一次 中七再重複一次 那三次都是不同的酒店搞的 是的 有一次就在 那裡哪裡 日東 哦 佐敦那邊 佐敦的日東 是的 有一年就在這個 那裡哪裡 我上去當年 在Marco Polo 香港 我都有 中七那一年 我中五 我沒有中五 然後第二年重複 就在那間 都日 都海日 都會海日 在紅磡 紅磡碼頭旁邊那間 我知道 三間不同的東西 我去了三年 這個老師就 有兩次謝思賢 他跟我一起 一次中五一次中七 那他就 有一年呢 就幫我出了 大部份的錢 我實際數目字 忘記了幾多 總之每人要夾 總之去就可能夾五百 不去就要夾二百三百 這樣 因為叫做答著一個老師 那 他就幫我給了不知多少錢 就有個學生負責收錢 有個統籌的 通常有幾個都會有統籌的 是的 那他呢 就找了我做統籌 因為那些數字就經我 然後再給他 他可能會幫我們預約 但其實多數都是學生會去搞的 是的 那他就 叫做 也有個老師負責 那他又剛好那個 他也是剛好那個負責老師 那他呢 就幫我給了一部份的錢 令到我可以去到 即是有時候 我也很感謝他 雖然你說幾百元 現在不是說拿不到 但是那時候來講 其實是吃力的 是的 那時候來講 幾百元 我覺得 不是現在的幾百元那麼簡單 是的 就是 繼續 是的 然後他就給了我 就約了他 都穿得漂亮的 就是這樣 那時候以為現在看這些照片 一定是很滑 是的 我不想看 非常噁心 是的 那他就約了三次 但是我覺得 謝思 在我而言 是第一次去一些比較隆重的場合 是人生第一次 哇 馬上又要去找到 訂套西裝 是的 真的穿得很好看 除非你去喝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這件事也算是人生 第一個比較隆重的場合 是 一定是 襯衫 我那時候穿了一條黑色牛仔褲 好像沒有感覺 然後穿了一件馬甲 哇 整個侍應 我去到 我以為自己很有型 走進去一推到門口 看到 侍應的打扮 和我自己打扮 好像差不多 是的 是的 炒衫這邊 整個人覺得很有趣 那不同 那你就有去過 我有去過 我有去過 Suga呢 Suga有沒有去過 我沒有去過謝思宴 為什麼 你們學校本身沒有搞 有搞 我沒有參與 自由參與 是的 那你當時不參與 你逼多少錢 不用夾錢 不夾 應該是 如果不參與 真的不用夾 那沒有人去的 不是 有很多人湧躍 只有我一個不去 那你也覺得你一個不去 是的 只有我一個不去 原因是你不想跟他們接觸 是的 沒錯 那班同學已經是 我不是說 中學的時候 整件事不是很監禁的 我想像到他那堆人的謝思宴 不是 帶酒 好像抵酒 去了半島酒店 哇 是啊 半島也會做謝思宴 幸好你沒有去 都不知道多少錢 我覺得 我沒想到半島也會做謝思宴 沒有 你要預約場 你有錢就可以了 那不是 那你也要看他的level 看來他也是有錢 是私校來的 不是啊 真的只是普通政府學校 我沒想到 有些身邊 有些人告訴我 後來的朋友說 他們通常會會展 會展都很誇張 有的人 可能你那個 吸人多 可能會會展 譬如他可能是基督教會的 全部學校都在那邊 有些是整個教區會堂的 我為什麼沒有參與 首先我覺得中學的時候 不是那麼開心 住一個環境 然後第二件事 我真的想不到有些什麼 要感謝這幫老師 因為其實我通常 雖然他都說 是那些出於污泥而不染 但其實我坦白說 我在他身上 拿不到些什麼 知識這些是自己去爭取的 但是我覺得那個是 一些人生的道理 在他身上我拿不到 即是他無法灌輸給你 你覺得其實老實說 其實我沒有什麼需要感謝你 所以我覺得這頓飯 其實我怎麼會 我覺得是一個做秀 我那時候讀中學的時候 非常之好 那時候我們是全級 可能你全級在一起 就同一天搞的 雖然那個級 其實基本上 那些老師多了幾個 可能我會教A班的中國歷史 然後我會教C班的西史 可能是B班的那班 對 那問題是 你都不認識全級 即是你那個級的人 大部分 大部分 但是你不熟 那我經常覺得這些 感謝老師的東西 應該是大家是很touching 好像很有交心 好像是朋友 那才是有意思 那才叫謝思營 我覺得那個是show 不是謝思營 即是你覺得如果 真是朋友的話 就直接 比如幾個同學 就約了老師出來 不需要搞那麽多東西 其實私底下 約出來吃一頓飯 就已經很好 那再加上 我看到那些人 好像做show 那些女生 又趕著去訂 剛才你說的 訂禮服 然後好像喝 群 好像戰鬥 是啊 我還記得 我還有一樣的誇張 就是我好像連紀念書 都沒有寫 我看到他們很多人 交用紀念書 但是我一本都沒有寫 因為其實你本身 跟他們都沒有什麼交流 或者你都不喜歡他們 老師都會寫一些例子的 我看到有些老師都會寫例子的 如果你給他 他就會寫 很奇怪的 我看到那些同學 可能是曾經代過課 一兩堂 他們會說 Hello 老師的給他寫 那老師其實 其實根本就是為寫而寫 對 然後老師就寫得很前程感受 祝你一路順風 就是類似那些 祝你一路順風 就是類似那些 然後我就覺得 還有一些老師 也會說留電話 這裡就學習 外面就學做人 我看到那時候都沒有老師留電話 那我想問 如果你認為大家是成為朋友 那已經不會再在學校讀書 那我覺得其實電話上都沒有所謂 你連電話都不留 但是生日日期你都沒有特別去寫的時候 其實你都是做Show 所以思那個紀念策 就是揭本 揭一頁頁 然後寫完詩子 有些是活頁子 有些就是一本書 你寫完之後 就用一些夾子黏著 封住它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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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完書的話寫完 然後書的話封了 然後我給你寫 你寫下一版 你寫完我就封 然後到下一個 有些人會選擇是這樣的形式 但是我那時候都是有類似的形式 但是我自己沒有封 我專門選擇一些 某幾個人 某幾個同學 某幾個老師 我才會給他們寫 不是說濫派 因為有些是蘇華華沙活業 你拿出來 你一張你一張你一張 你一張派一派一派 然後就會收回 其實我覺得 不想是為寫而寫 我知道其實這個是一個畢業前的風氣 有時候真的沒有東西寫的 是啊 寫什麼 因為你有時候跟那些人不熟 你寫什麼 還有我自己會覺得 普通的文具店買到的紀念冊 就是什麼名字 男令女 星座 生日日期 地興趣 興趣 或者有一欄 可能大一點空白 讓你自己寫 你自己這樣 我覺得其實很多東西都很無謂 你是紀念冊 假設你是想和大家有個聯絡 寫一些字 正常來說你不會說是人都派的 那個人跟你有交情你才派 但問題是 那個人跟你有交情的時候 假設都會知道你電話 還有你知道你什麼時候生日 對不對 不是 但是有些就覺得可能 喂 你剛好坐在這裡 我不派給你 你好像和我不朋友 那樣 我曾經見過 我後期有看過別人的檢查 大過了到現在 我很記得現在講 老師寫的一個學生 我背給你聽 我記得 他說 在暗中摸索前進 持著光亮的明燈 仍要靠自己的努力 幾許漫長的前路 須時又千里路程 學習生涯無窮盡 一流雲煙輕輕過 我看完之後心想 一流雲煙輕輕過 過眼雲煙 那件事好像 你為什麼我背得這麼順 我就覺得這個老師寫 摸索前進 那所有人都是摸索前進的 是不是 持著光亮的明燈 我覺得這句其實有點宗教會 仍要靠自己的努力 或者本身那個老師 又是宗教會信 對 我覺得廢話 當然要靠自己的努力 幾許漫長的前路 歌給你唱 漫漫長路 還有漫步路 雖時有千里路程 當然啦 一天還沒死也有很多路要走 你覺得逐點可以擊破他們 不要這樣說 我覺得其實 也是一個勉禮的句子 現在看起來的了兆 學習生涯無窮盡 那當然啦 學海無難 你肯定學的話真的無窮盡 你不肯定學的話 其實三四十幾 玩完了 OK 搞定 上水了 最後才有問題 一流雲煙輕輕過 一流雲煙通常輕輕過 一流雲煙 那什麼一流雲煙呢 死了才會燒完 其實他說你說的那些全部都是雲煙來的 廢話來的 即是他告訴你 我語中心長的告訴你這些東西 但其實是廢話來的 你看到這裡就傻仔這樣說 我聽完之後就覺得 挺好笑的 所以我到這一刻 我看了我和我的實績 大國長這樣看 我沒有寫了我自己 我看回他們 他們又給我看 其實可能他本本都是這樣寫的 不是不是不是我看過一些沒有的 然後他又說 你呀你那時候想多年幫我寫的時候 你寫這些什麼什麼的東西 即是在那裏告訴我 其實我不想寫的 你都要堅持我寫 那我就寫幾半 而且很老實說 我們要翻舊帳 那時候大家都是這麼幼稚的 是這麼無聊的 其實我不是幼稚那個來的 因為我已經看透了 你給他們快了一步 所以我記得 看過紅塵了 有老師說 有同學都說我暗地裡這樣 他那個人真的很孤僻 他真的沒有朋友 那又怎樣 他又說不關事的 是自己個人習慣不同的 同學給你看先了一步 看通了這個世界 所以我就是出於污泥而不嫌 是的 我們講了這麼多 翻開紀念冊的東西 給大家一點時間 翻開你們的紀念冊 看回你們以前回憶的 女士的頭髮不夠強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機 地中海的煩惱 找到一隻洗頭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無狼 控油去塞 固法 欲法 防脫法 我們推薦韓國JW洗戶系列 哦